接下来就带你来关注的是 在这一次的九合一选战当中 可以说是两党决战的重头戏 中台湾中张头 在这当中中张头 其中的决战指标就是台中市 台中市蓝绿其实都输不起 而且两个候选人是强楼二度对决 选战过程可以说是格外的激烈 因为在蓝英票仓 如今是面临民心思辨的考验 究竟谁能够胜出 也在今天就要见分晓了 我们就先来看看 在上一次2010年 当时现实合并后的台中市选战 从这一次的得票率 我们就可以发现 胡志强是51.1% 是惊险胜过民进党提名的苏家全 当时其实就可以某个程度 透露出胡志强的危机了 不过我们来从2012年 总统大选的结果来看 国民党在这2012年 在台中市是开出了 52.15%的得票率 其实还是胜过民进党的 44.68个百分点 还是胜过有将近8% 这也显示了蓝英 在台中市其实还是有相当的实力 而这次蓝英在台中市的血战当中 所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 就是许多台中市民觉得胡志强 坐太久了 不少人愿意给蹲点10年的 林佳龙机会 不过胡志强也不是省油的灯 选前他是强打这个政绩排 还有经济排 诉求中间跟经济选民 令人眼睛为之一亮 爆发力也相当的够 而林佳龙呢 也更在选前大动作的宣布要辞去立委 加上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就将重点放在中张头 而且南下注点要强力拉抬台中市的选亲 能够带动周边的区域联防 蓝绿的正规军在选前 尤其在这边 短兵相接全力冲刺 就是务求要胜选 因为台中市的这个关键指标 这个胜负决战也将会牵动 2016总统大选的势力版图 当然不到最后一刻 是没有人敢轻忽的 也因此台中市的这今天的票 开出来 谁胜谁败差距又多少 其实都会牵动到之后的选战局势 而有更多的选战投开票的分析 也锁定中天新闻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马上回来